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要带来韩国的小零食 那天音也特地从杭州带来了杭州的特产哦 我们就要来一个中韩大比拼 那看了前几期节目大家应该会觉得 为什么天音总是说一些就是甜食 那今天天音带来的这个韩国的小零食啊 应该就是老少街宜了 它呢我今天有两个口味 一个是这个金枪鱼的口味 一个是起司口味 那天音今天先来吃吃看这个金枪鱼 不过可是天音啊就觉得大家 也不一定是要跟酒一起吃 因为我刚刚看它的卡路里 它其实那个热量很低 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人也都可以吃 你看它是这样有点可爱可爱的 有点像那个冰激凌 然后我们把它拆开 好没有味道 然后我们来吃吃看 你看我们把它咬开 它里面是有夹层 它里面是金枪鱼 所以吃进去 因为它其实是有点蟹肉棒的感觉 所以你吃进去就会 外面就是很软软的 然后里面就是有那个金枪鱼 很好吃欸 而且因为它刚刚是冰在冰箱里 现在有点冰冰的 很适合现在夏天很热 可以吃 嗯 好那我们 吃完的金枪鱼呢 其实天音本身不是很喜欢起司 但是 不知道这个口味的起司味道好不好吃 那我们来试试看 一起吃 非常的棒 夏天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小零食 好我现在要来拆起司 OK 它也是长这样 我们来试试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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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现在也是里面有起司 然后 它的起司味不是很重 就不是那种很腻的起司 所以我觉得 如果就是不喜欢很腻的话 可以吃这个 它其实就是有点奶香的起司口味 还蛮不错吃的欸 嗯 嗯 嗯 我个人建议啊 起司口味的这个 大家可以一口吃下去 因为一口吃就会那个 起司会更浓 整个在嘴巴散发看来 非常的好吃 嗯 嗯 嗯 好啦那吃完韩国的小零食呢 我现在就要来给大家拆这个 我从杭州带来的这个小零食了 那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吃过这个 其实 哦它里面是长这样 其实它就是那个啊 就是非常传统的杭州的一个小零食 因为大家也知道杭州人爱喝茶嘛 所以一般啊我们都会用这个点心 然后跟茶一起一起吃 好你看它是就是这样子很细的 很细的一个材质 然后它其实吃进去的话 应该是会有那种绵绵的口感 我们来试试看 嗯 我现在不能说话 所以它要跟茶一起喝 和一起吃 但是真的非常的好吃 我其实也是第一次吃这样的点心 但是它如果跟茶一起 应该是非常的棒 超甜超好吃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甜食 好好吃哦 大家记住这个满龙桂花糕 嗯 我觉得我下次回杭州也要买来吃了 因为这个真的超好吃 好 那今天那个中韩的这个临时大对决呢 您觉得应该是各有千秋 没有说谁好吃谁不好吃 那你就可以吃这个桂花糕 那跟茶一起呢 我想应该可以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的下午茶时间咯 那今天天鹰带来的吃货放送呢 那就到这边啦 希望今天带来的两款中韩的小零食 可以陪大家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天哦 那下面这则消息呢 不免让人会有些遗憾 那就是日前啊 推出beast的张贤胜 最近推出了自己的个人solo专辑 那他也是在31号上午呢 突然在自己的sns上 发表了对于自己退出beast 以及之后的一系列风波呢 表示了悔意 不过这一举动啊 也在网上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大家都表示啊 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表道歉声明呢 不过听觉得啊 事件发展到现在啊 无论是谁对谁错都已经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啊 现在大家都可以给彼此祝福 希望我们的张贤胜或者是重新出发的highlight 都能有最好的发展 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来越棒 加油 那这个礼拜啊 韩国也是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新闻 那之前听就有提到明星入伍的事情 那最近啊 又有一位欧巴要入伍了 那就是最近以演员活跃在娱乐圈的李准 那他的经纪公司表示啊 李准将在10月24号入伍 那他自己呢 也是在sns上上传了入伍通知书 表示啊 会好好去好好回来 那我们的粉丝啊 都表示非常的可惜 不过也强调 一定会等欧巴回来的 那希望我们的李准欧巴可以好好去 好好回来 我们在这里等你哦 那今天的节目啊 差不多就到这边啦 那天气非常的炎热啊 希望大家不要贪玩 就算要玩啊 千万也不要像天鹰这样 最后大感冒 变成了超男低音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度过这个夏天 那这里是天哪下TV 我是天鹰 我们下周再见咯 拜拜